看房地产这个数据 昨天这个房地产这个数据 第一呢 我觉得是有符合预期的地方 就是相对稳的这些房地产企业 到了11月份的时候呢 是会稍微稳住的 就是整个市场的冲击 它有惯性 它还在下行 对吧 但是呢 它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在这个时候呢 都会一起坠毁 直接来直接撞地上 这种状况 它11月份的时候呢 就可以明显感觉到呢 在整个房地产企业当中呢 它是细分的 有些很惨 有些呢 让人担心 也变得有点惨 但有些呢 就出现了触地反弹 这是这个数据本身的一个情况 第二一个呢 是11月份的下跌的惯性呢 还是比预计的要大一点 就是全行业 继续下探的这个速度呢 还比较快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一些代表性的一些房地产企业 在11月份的表现时 是不太好的 比如说 恒大不用讲了 它直接归零 没有人统计它的数据 11月份它是零 那它对全行业呢 多少是有点影响了 它一下子 本来是行业老二老份 一下子归零没有 那还有一些高负债的企业 在11月份的时候呢 销售情况呢 也很不好 我觉得最让我感觉到有点 有点担心的就是像融创 融创在11月份的时候呢 同比下降了46% 这除了它推盘的节奏 可能跟去年 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以外 是不是还是有人担心 在买融创的时候呢 会多一点犹豫 不然怎么会有46%的 这样的一个减速 我看了那数据300多亿 也不多 当然了前两三个月呢 这个融创的充得还不错的 这是就是融创排名老四的 在11月份的时候呢 出现非常意外的大幅的下降 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 第二一个呢 就是原来经营比较妥当的 比较强势的一些房地产企业 在11月份的时候呢 表现的也不是特别好 我指的是龙湖 中海 龙光这些 11月份的时候呢 它们同比下降的 也在20%左右 这个幅度呢 是不算太小的 还是有点惯性 至少呢就看起来呢 跟10月份 9月份来比 它们是有点惯性 还没有呢显著此跌 这是第二类 那第三类呢 就是表现比较好的 比如说呢 像金帝啊 保利啊 华发啊 这个万科啊 等等这些 万科呢 表面上面来看呢 是负增长 7.9% 但是呢 它的数据呢 强在哪呢 它强在呢 就是这个 数量还可以 530亿 这样的一个叫做规模 跟4月份的时候呢 400亿 降比的话 起码 起码 起码环比 有30% 甚至更多一点的 一个增速 这就是一个触地反弹 势头还不错了 这是万科呢 这个数据 其实是蛮强的 第二个呢 它今年呢 现在已经干到了 5740亿 这样一个水平 去年呢 它最后一个月呢 干过1000亿 我们就算 它最后一个月呢 干个去年的 八成多 就是假定是800多亿 那么合在一起呢 它也能 今年呢 已经能够达到呢 就是6500亿 到6600亿 这样一个水平 那6600亿 或者6500亿 跟去年的 7100亿比 好像呢 还是负增长 对吧 大概负增长8% 这样的一个幅度 但是呢 因为去年的 它的权益比 大概呢 只有65% 65% 所以呢 它去年的 7100亿 算下来的权益比 实际上是比精灵 这个权益比80 算下来是低的 所以呢 即使它在 总销售上面呢 出现一个 随寒约冷暖的 一个回调 它的含金量 就权益比呢 它是创历史新高的 这就是它 还是挺厉害的地方 对吧 就是它 料门很低 传递的信息呢 你不去认真解读 得不到它的本意 就万个这帮人 说出来的话 七绕八绕的 你得去了解 它的数据的一个组合 然后呢 去解读 它这个数据的一个状况 这样呢 才能够得到 贴近 它实际经营状况的 一个结论 这是万科 那么80%的话呢 如果它六千五百亿 那算下来的话呢 就五千三百亿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权益比 这个还是很理想的 因为去年七千一百亿 你如果扣掉三分之一 那也不到五千亿 对 那比今年的这个权益比呢 还是差很多 还是差很多 那今年呢 它其他业务 因为已经做成型了嘛 所以这部分的加分呢 其实应该是 蛮大的一个加分 市场呢 现在完全忽略 所以呢 这就是市场的 定价适令的时候 这是这个万科这部分 我觉得就很明显 就是定价适令 没什么别的 对吧 市场定价适令呢 我们也不是没见过 是一个常态 有时候呢 更为极端一点 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那么我们追究的呢 就是核心数据 底层逻辑 那究竟成立不成立 这是我们在做 所谓价值投资的时候呢 特别强调 价值投资呢 一定是要解剖到 这个最基本的数据 然后呢 最底层的逻辑 你看到的结果 跟别人不一样 你才能够 做所谓的价值投资 对吧 你不看穿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你是不能够 说你在做价值投资的 因为你看不穿嘛 对吧 你得不出呢 跟别人不一样的一个结论 去买同样的价格 那就不一定是对的 那就是这样 那宝利的特点呢 或者说金帝等等 这些的特点呢 他就是在走前两三年 三四年那个时候 万科的那个路子 我觉得心态是一样的 就是宝利呢 一直想冲进行业前三 那行业前三呢 他就是排销售 规模 就是销售 这个全口径的 销售 所以呢 早些年的时候呢 像万科呢 没有办法 也只能呢 就是对外合作呢 多一点 这样呢 能够把数字呢 做得好看一点 然后呢 就是系统内的跟头 跟得多一点 这样呢 就导致权益 大规模的下降 大规模的下降 所以万科呢 前两年的时候呢 销售数据呢 是冲上来的 但也没跟上 这个碧桂园和恒大 他们更狠 但是呢 他的权益比呢 就下降到呢 三分之二左右 百分之六十五上下 这就是万科呢 前几年 把规模的冲上去了 但是含金量是下降的 在这个开发业务上面 第二个呢 万科呢 因为转移了大量的资源呢 去做这个新赛道业务 那个很耗钱 那不叫烧钱 那东西就是堆钱 它还不是烧掉了 它不像互联网企业 跑马圈地的时候呢 就征烧 那是烧钱 但是呢 房地产的新业务呢 它是堆钱 就是你得堆 你得堆 你得把钱往里头堆 动不动呢 都几百以上千亿的 往里头堆 第二个呢 房地产呢 它也不像互联网那样 今天一做广告 明天可能要看用户数变化了 它这些项目呢 都有建设周期 短的两三年 长的五年到七年 你像那些大型的综合体 整个呢 从这个地拍下来立项 开始往下搞 这个每隔五年七年 你没干完 你这笔钱堆进去 要五年到七年以后 才出现效果 所以呢 这种东西呢 它的不利的地方呢 就真是堆钱 真是好时间 有利的地方是什么 有利的地方呢 是别人想明白了 要追容易追上来 就是它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户层 所以呢 你看保利说 它要发 发这个一百亿的债 还要去做常住公寓 是你可以现在这样去重手 但是呢 这笔钱 就小钱而已 你看着一百亿 在房地产里头 这就小钱 第二个呢 等到你发完钱 再去搞 这个时间很长 这个呢 就是这个行业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 万科呢 在这些方面来讲 我觉得它在战略和执行上面 比其他的房地产企业领先三年 至少是有的 三年 就是它的一个特点 所以呢 目前来看呢 这个数据上面呢 我觉得它已经过了最危险的时候 过了最危险的时候 就是被行业的拖下去 然后呢 它及时的调整了战略 把战线的一搜索 它已经是变得比较主统 那另外呢 它已经承认 就是多赛道的这个布局 在月亮嘴里呢 做出来呢 就是基本上成型 后面呢 就进入一个逐渐的分拆 那分拆的过程呢 主要是会带来融资 带来呢 从场外呢 吸收资金 而吸收资金呢 会使得这些业务呢 得到提速 发展 也会呢 增厚万科的净资产 这个增厚是会很厉害的 会很厉害的 你现在18块钱 它本身 它的目前的 它的净资产 就是重估以后的净资产 估计就应该在27块钱左右 账面的净资产呢 是在20块钱左右 但是实际上 重估的净资产呢 应该是在27块钱左右 如果上市以后呢 有资本市场呢 再做一次重估 那你可以想想 它实际上的这个公司价值呢 有多厉害 这个呢 这个呢 是我们做架头的时候呢 账要算得很清楚 然后呢 你才可以做到 不畏市场所动 不畏市场所动 不是你麻木 你知道吗 你是账算清楚以后呢 你知道 在未来的时候 它很确定的 就在哪里 这个呢 才能够做到 不畏市场所动 那么保利呢 当然也很不错 因为国企嘛 然后呢 也很进取嘛 目前呢 处在这种技术上面的 一个强势当中 这个呢 就是这里头的一个优势 这是优势 但是呢 从公司战略和执行上面来讲呢 肯定比不上 预量他们这帮人 这帮人是市场化 组合在一起了 那保利呢 还是央企 这个领导团队呢 都随时变化了 组织调你去哪 就算哪 对吧 它也很难在 房地产这个行业里头呢 真正发挥到 个人激励上面 这是国企 国企的特点呢 就是有可能会 激励不到位 这是这里头的一个差别 所以呢 对于房地产行业来看呢 目前 行业呢 还处在一种 关心下心当中 第二个呢 政策呢 出现脱底 但政策的这种脱底呢 是悄无声的 是悄无声的 这个脱底的一个过程 我们不能够指望的 政府 这个大喊大叫 然后呢 出现明显的政策掉头 这都不见识 就是慢慢往下走 这是我们对市场的一个看法 就是 那昨天晚上呢 像苹果呢 就再次证明 我觉得 其实你会看投资呢 就是 价头呢 就是一定是要找到 这个不只是价值 而是找到价值背后的 新的成长逻辑 明镜需要绝对市场地区